詞曲 李宗盛 OK 呃 確認一下第一組在哪裡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好 第六組 第七組 然後為什麼後面缺一大塊沒有位置 好像被隱石撞擊過 OK 好 那我們來看今天的題目 第一題 為什麼這篇散文要把一些想法歸功於其他人 第二題 第二題 The essay mentions the famous Salmanazar a native of the island Formosa Salmanazar was an imposter Do you think the author knew this? How can you tell? 他中間有一個地方提到這個人 他這個人自稱是來自福爾摩沙 後來發現他都是假的啦 他亂講 但是你覺得作者知道這個人是亂講嗎? 他引用這個人的時候 你覺得作者知道嗎? 然後你又何以知道作者是否知道? Question 3 After mentioning some alternatives The essay says Let no man talk to me of these and the like expedients Till he hath at least some glimpse of hope That there will ever be some hearty and sincere attempt To put them in practice Do you think this sentence is serious? 所以在 Salman的這邊呢 作者先提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方案 但是他後面又加了這一句是說 你如果不覺得以上的方法是真的會被執行的話 你就別拿來跟我講 就是說如果你們 這些方法通通都不會有人願意執行 所以我的方法還是最好的 那你覺得他講這一句是講真的嗎? 還是他在反串? Question 4 Aside from the obvious objection Do you think any part of the essay does not make sense? If so, which part or parts and why? 除了最主要的問題之外 你們覺得這篇講完 有沒有其他地方的論述也怪怪的嗎? 有的話是哪些地方比較怪 然後為什麼? And question 5 Why do you think the author wrote A satirical essay instead of a straightforward polemic? Who were his target readers? What effect or effects was he aiming for? 你們覺得作者為什麼他寫的這篇諷刺文 不是寫直接的政治宣傳文呢? 或是社論之類的? 然後你覺得他的目標讀者是誰? 然後你覺得他想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好,我們來分配題目 我們想想看 欸,第四組你們做過第一題嗎? 沒有,好 第一題給第四組 然後第二題給第五組 第三題給第六組 第四題給第七組 第五題給第一組 有吧,你們上次應該有做過第一題吧 好好,欸,上次第二題 OK,好,對對對,然後第二組 你們來做第二題 然後第三組做第三題 這樣可以嗎? 好,跟你們十分鐘討論 好,跟你們十分鐘討論 沒有,好像有一個人 而言人數拒絕對 有甚麼人 在這陣子裡 做第二組 但以後做第二組 做第一組 也沒什麼 偷面 真實 不知道 無論 得 禁止 在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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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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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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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下面这一段 Those who are more thrifty 比较省钱的人 然后括号里面说 As I must confess the times required 不得不说这个时代呢 大家都必须要节省一点 所以这些省钱的人呢 May flay the carcass 可以从那个尸体上拔皮 把皮拔下来 carcass就是动物尸体 它可以用动物尸体的单子 The skin of which artificially dressed will make admirable gloves for ladies and summer boots for fine gentlemen 就是你把这些皮拔下来之后 你去用一些技术去处理 dress这边是处理的意思 就能够做成高级的手套 然后那个靴子 这也很奇怪 Dressed这个单字 我们今天还是会用 通常只会用在一个地方 就是你过复活节的时候 要处理那只火鸡 to dress a turkey or turkey dressing stuffing 就是在上面淋浆啊 涂抹啊什么的 好然后第五题 为什么人家要写反串文 为什么不写认真的 因为认真的文章都没用 没有人在听 他讲的嘛 都没人愿意执行啊 他目标读者是谁 我想他目标读者 应该就是读那些认真文章 都不听进去的那些人吧 就是你 我认真跟你讲 你不听 好那我就是 站在你的立场上面 给你看你的立场 退到极端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敢承认说 你就是这样的人吗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你就赶快来改善这个问题 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所以我们讲一下 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 就是爱尔兰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 那所以英国在殖民爱尔兰 他重点不是照顾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他们又信天主教 然后呢又被视为就是 很人死的人 甚至有些人不认为他们是人 你知道以前爱尔兰不算白人 白人这概念不是看肤色 白人的概念是看 掌权者是否认为他们有开化 才叫白人 一开始是这样的 所以爱尔兰一开始就是 不被视为完整完全的人 所以呢就变成英国的掌权者啦 或是地主啦 或是宗教高阶人士呢 就把爱尔兰当作是一个 就是摇钱树 能够从那边剥削多少 就剥削多少 然后就想也知道 就造成饥荒啦 然后爱尔兰就很穷啊 过得很惨啊 所以一般英国人民 有信奉情感主义 然后觉得应该要进行 就是慈善事业 要照顾天下所有人 那些人 就会想方设法看 怎么样帮助爱尔兰人 但其实你只要体制不改善 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啦 你捐的钱再多 如果只是被剥削回来 那就没有用了 所以就是大部分人去 去要诉求 就是政府要照顾爱尔兰人啊 不要一直剥削啊 都没有用 所以作者才写这篇文章 意思是说 你们自称是正义的掌权者 自称是就是为了开化爱尔兰这地方 但实际上你们在进行剥削 那如果看你们实际的行为 去写出你们可能 最适合你们的政策 你们可能最最愿意接受的政策 大概就是直接把人家活吃的吧 所以他就写了这篇文章 第一 一开始 二 就是第一页的 二四六二页 最下面 他其实有个注释有写 二四六二 注一 左边最下面 倒数第三行 The whole essay is an elaboration of a rather trite metaphor The English are devouring the Irish 他就是说 作者是拿这一句常见的话 英国人根本就是把爱尔兰人 就是生吞活泼 这句话 然后发扬写的一篇散文 所以原本只是比喻剥削 但是他就把它具体化写成 真的在吃爱尔兰人 对 所以 这个等于是回答第五题最下面 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 想要让英国人 尤其是掌权者 真正看清他们的政策的实际效果 要面对自己的行为的结果 然后借此看能不能 说服他们去改变对爱尔兰的政策 好 所以这五题有想问吗 没有的话 我们来一段一段的来看这篇文章吧 好 所以 A modest proposal Modest就是小小的 一个小小的建议 那 这个其实就是反串的第一 第一开头就在这里 因为这建议一点都不小 然后 副标就是在讲说 他的目标是什么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in Ireland from being a burd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 不让穷人的孩子 变成负担 and from making them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 也让他们能够 对大众有所贡献 你讲到这边还蛮好听的嘛 如果能够让穷人小孩 就是 不再是负担 而且还对社会有贡献 何乐不为 反正你们理论上应该要看过这篇了嘛 所以我可以直接跟你说 一直到 第 下一页了 二四六三的最后一段 他才终于点出 他其实要把人家吃掉 前两页的说法 非常的合理 就是问题之大 然后呢 急迫性 然后一定要解决 那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造成这些这些这些好的结果 然后就是 让人家就是 开了胃口 想要开了胃口 就是让人家起了兴趣 想知道他的解决方法之后 他才终于讲出 他解决方法是把人家吃掉 所以不但是反穿 而且还是在就是在玩弄读者 好 所以我们回到二四六二页 我们看第一段 It is a melancholy object 就是所见的标的物 这边object是这个意思 看到的东西 看到的现象 melancholy就是令人忧郁 令人伤心的 It is a melancholy object to those who walk through this great town or travel in the country When they see the streets the roads and cabin doors crowded with beggars of the female sex 就是女性的 就是乞讨者 Followed by three four or six children All in rags 一山蓝旅 Rag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抹布 And importuning every passenger for an alms 向每一个过客乞讨 Importune是要求 然后alms是那个 捐赠的钱 或是捐赠的粮食 一般是钱啊 零钱 所以他第一句就点破问题了 太多穷小孩了 These mothers instead of being able to work for their honest livelihood 无法认真的 诚实的讨生活 are forced to employ all their time in strolling 走来走去 to beg sustenance 乞讨就是养活自己的方式 养活 后面会写他婴儿的方式 sustenance for their helpless infants sustenance 其实就是养活的东西 有可能是食物 有可能是钱 然后这边infant 它不一定都是婴儿 能够走路的 法律上只要18岁以下 都叫infant who 这些孩子 as they grow up either turn thieves for want of work want是缺乏 所以可能会因为 没有工作机会 而变成小偷 or leave their dear native country to fight for the pretender here in spain 因为没有工作机会 所以他们有可能 跑去西班牙 然后这个 帮那个被 光荣革命革调的 那个詹姆斯一世的孩子 儿子 詹姆斯二世 为他打仗 pretender的意思是 就是声称自己 才该是国王的那个人 叫做一个pretender or sell themselves to the Barbados Barbados 这边讲的是西印度群岛 就是今天古巴附近那些小岛 那个时候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了 那个地方种 好像是甘蔗跟香烟 烟草吧 我记得是这样 都是一些苦劳工 好 那所以这三个选项 太穷的话 变小偷 或是帮 这个被隔掉的 王子打仗 或是 跑去殖民地工作 第三个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 对英国国内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第一个跟第二个 可能会造成问题 好 所以 那个第一段 就是点出 社会问题是什么 然后再来 I think it is agreed by all parties 每一方的人 that this prodigious number of children prodigious 就是很多的 in the arms or on the backs or at the heels of their mothers 基本上就是 缠着他们的母亲 不管是抓着人家手臂 还是被 被母亲背起来 或者是 跟在母亲后面 and frequently of their fathers 不只跟母亲 有时候还跟着父亲 is in the present deplorable state of the kingdom deplorable 是很糟糕的 所以目前王国 这个状态非常糟糕 a very great additional grievance 增加了很大的仇恨 仇怨 不是很仇怨 grievance and therefore whoever could find out a fair cheap and easy method of making these children sound useful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 sand is健康的 健全的 commonwealth 这边是指 英国所有的领地 因为爱尔兰不是英国国内 嘛 它只是殖民地 所以 任何能够 让这些穷人小孩 变成健全有用的人 would deserve so well of the public as to have his statue set up for a preserver of the nation 有这些方法的人 想必会得到大众的 就是 呃 赞扬 甚至给他立一个铜像 呃 封为就是 护国 什么 工程之类的 preserver of the nation 所以这一段在讲说问题的 大家都同意这是一个问题 第一段讲说有问题 第二段讲说我们都知道这是个问题 所以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讲而已 第三段 but my intention is very far from being confined to provide only for the children of professed beggars 我的用意远远不只受限于 confined to 受限于 呃 养活 provide for 这边是照顾养活的意思 不仍然不受限于 仅是养活 呃 乞讨者的 孩子 it is of a much greater extent and shall take in the whole number of infants at a certain age who are born of parents in effect as little able to support them as those who demand our charity in the streets 翻成白话完就是 即便那些家庭没有在乞讨 但是如果跟乞讨家庭一样穷的话 也会被我的方法照顾到 好 所以第三段这边 他就是在开始在宣传他 有方法 大家就是过来听听我的方法是什么 下一段 as to my own part 而至于我本人呢 having turned my thoughts for many years up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 想这问题我想很久了 and maturely weighed the several schemes of other projectors 其他人的提议我也衡量过了 i have always found them grossly mistaken in their computation 我总觉得他们这些其他方法 都建立在错误的算术上面 grossly mistaken 严重错误 computation computer嘛 computer的正式名称是什么 计算机 所以computation就是计算 算术 it is true 所以他这边就开始讲说 就是一般人的算法 到底哪里有问题 it is true a child just dropped from its dam 刚刚就是呱呱落地的小孩 may be supported by her milk for a solar year with little other nourishment 也许一年之内 确实可以靠不入 就是活下来 at most not above the value of two shillings which the mother may certainly get 他不如所需要的成本 大概只有 就是 two shillings shilling是英国旧币制的 第二小货币 我想想看我记不记得 pence shilling farthing pound 四种货币 他的比例都很奇怪 都是什么 什么17换1啊 13换1的 谁记得 所以最后就全部改成 就是100个pence 换1个pound 就是今天的制度 然后这个小小的成本 想必母亲 应该是拿得到 赚得到 不管是 the value in scraps 就是乞讨来的 食物价格 价值是这样 或是 buy her lawful occupation of begging 还是真的乞讨 零钱 乞讨来的 and it is exactly at one year old that I propose to provide for them in such a manner as instead of being a charge upon their parents or the parish or wanting 这句好长哦 而我的提案 正是在小孩 一岁的时候 要来照顾他们 所以他这句是说 一岁之前母亲 应该是养得活的 所以我们就从一岁 开始照顾 in such a manner 以怎样的方式 以至于能够 instead of 让他不是 父母或是 教区的负担 charge这边是责任 他其实要讲的是负担 英文今天也会用 这样的 这个字 to be in someone's charge 就是由谁来负责 由谁掌管嘛 to be in charge 这个片语 就是从这边来的 perish是教区 所以不让他们是 父母或教区的负担 or wanting 缺乏 food and raiment 是 衣服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也不让他们 终身缺乏 食物跟衣服 反而 they shall on the contrary contribute to the feeding and partly to the clothing of many thousands 按照我的方法 他们反而转过来 可以协助 喂饱 很多人 甚至 喂饱 以及提供 衣着给 上千的人 所以讲到这边 超神奇的 你怎么让一岁 小朋友 变成这么厉害的角色 不但自己吃得饱 还可以让 上千的人吃得饱 不但自己有一幅穿 还可以让上千的人 有一幅穿 太神奇了 到底什么方法 但下一段还在卖 关子 there is likewise another great advantage in my scheme that it will prevent those voluntary abortions 所以避免 人工结扎 就是 太穷的母亲 把孩子打掉 and that horrid practice of women murdering their bastard children 也可以避免 就是 未婚女子 把自己的孩子 杀掉 bastard 不是混账 bastard的意思 是父母没有结婚 婚外生的子女 叫bastard 而这些情况 alas too frequent among us 我们之间太常见了 sacrificing the poor innocent babes I doubt more to avoid the expense than the shame 然后他说 我个人觉得他们这样子做 比较不是出于 那个羞愧 就是婚外生子 羞愧 而是避免支出 要照顾这些孩子 而这样的做法呢 would move tears and pity in the most savage and inhuman breast 在野蛮 在没有人性的人 的胸腔里面 都会感到悲悯 看到这样的状况 都会感到 动情悲悯 好 所以好处讲完了 接下来他开始 铺陈他方法的可行性 the number of souls in this kingdom soul就是人嘛 人才有灵魂 所以讲灵魂就是讲人 being usually reckoned one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I calculate there may be about two hundred thousand couple whose wives are breeders 就是妻子还能够生育的 但要注意breed 这个字通常是用在动物上面 不会用在人上面 所以他讲到这边 已经开始渐渐透露 他的想法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一整段全部都数学 不好意思 我知道读英文系的人 数学不是很好 我也是 from which number I subtract 30,000 couples who are able to maintain their own children 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 although I apprehend 我也知道 apprehend是知道 there cannot be so many under the present distresses of the kingdom 目前爱尔兰这地方的问题很多 应该不会真的有这么多人 可以照顾自己孩子 distresses 人们是压力 这边是困境 but this being granted 好吧 这一点承认之后呢 there will remain 170,000 breeders I again subtract 50,000 for those women who miscarry 就是流产 or whose children die by accident or disease within the year 一岁之前 就挂掉的小朋友 there only remain 120,000 children of poor parents annually born 所以他真正要解决的是 这个十二万穷小孩 该如何处理 the question therefore is how this number shall be reared and provided for reared是养育 这个字今天还会用 which as I have already said und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ffairs is utterly impossible by all the methods hitherto proposed hitherto是 zijing 所以至今提议过的方法 都无法照顾 这些小朋友 for 因为 we can neither employ them in handicraft or agriculture 我们没办法让他们 做手工 出火 也没办法让他们 去栽种 因为都小朋友嘛 那个体力不够 we neither build houses I mean in the country nor cultivate land 因为我们政府 目前也没有在盖房子 我们人民 没有在盖房子 然后也没有 真的在跟踪什么 因为大家真的太穷了 they can very seldom pick up a livelihood by stealing till they arrive at six years old 很少的情况呢 有些小朋友 靠偷窃 活到六岁 except where they are of tordly parts 那少数 更天赋 异禀的小朋友呢 可能就是 比较有出路 although I confess they learn the rudiments much earlier during which time they can however be looked upon only as probationers 如果六岁之前 有些小朋友 已经学会 偷窃的基本功 rudiment 基本功 今天比较常见的 这是 rudimentary 就是基本的 福尔摩斯 常讲的 elementary 这太基础了 但是他们 这个 这么小呢 can however be looked upon only as probationers probation 是 刑罚 暂缓 所以 probationer 就是他已经 审判过了 但是罚则 先暂缓 就是说我们不用 真的惩罚他们 好好看着就可以 as 因为 I have been informed by a principal gentleman 重要的绅士 in the county of kavan who protested to me that he never knew above one or two instances under the ages of six 而这个人 跟我讲说 跟我抗议说 他这一生 只遇过一两个 六岁以下的 小孩在偷 even in a part of the kingdom so renowned for the quickest proficiency in that art 即便他来自 的地方 是以 切到文明的地方 renowned for 以什么文明 proficiency 能力 art不是艺术 art是技术 然后这边 quickest是一个笑话 是一个 因为讲偷窃嘛 所以动作越快 越有能力 好 所以截至目前他 讲问题是什么 他讲他提议 有多大的好处 然后他也讲说 你看人口这样子 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要照顾 这十二万小朋友 要怎么做呢 下一段 I am assured by our merchants 桑然都跟我说 可行 that a boy or a girl before twelve years old is no saleable commodity 十二岁之前 小朋友卖不掉 and even when they come to this age they will not yield above three pounds or three pounds and half a crown at most on the exchange 即便掉十二岁 你也卖不了多少钱 三磅 三点五磅 which cannot turn to account either to the parents or the kingdom 这么少的钱 对父母 或者是国家 都没有什么帮助 the charge of nutriments and rags having been at least four times that value 因为养育的过程中 养分 nutriment 我们今天会说 nutrient 没有那个m 跟 减漏的衣服 的成本 就已经比 这高四倍了 所以卖也卖不掉 那怎么办呢 I shall now therefore humbly propose my own thoughts which I hope will not be liable to the least objection 希望不会有人 有反对意见 所以到底什么方法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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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保证说 A young, healthy child, well-nursed 如果小时候有好好给他哺乳 Is at a year old A most delicious, nourishing and wholesome food 讲到这本还不够震撼 然后后面还要跟你讲说你要怎么烹饪它 Whether stewed 炖煮 Roasted 烹烤 Baked 烹焙 Boiled 水煮 And I make no doubt that it will equally serve in a fricassee or a ragout 这两个都是餐点准备的方式 所以他不但跟你讲孩子可以吃 还跟你建议说要怎么吃 然后下面就一样就是在讲细节 可以如何分配 如何养 然后这边孩子刚诞生秤重多少 然后可以养肥到什么程度 有多少就是肉可以卖 然后这边又提到说 天主教国家孩子比较多 所以呢就是爱尔兰这地方特别适合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又讲说可以给卖掉孩子的父母补助 养育补助 然后卖的时候他们也赚得到钱 所以父母也照顾得到 这段讲说可以编手套靴子 它下面都是在分析这些好处 我们跳到2467 因为等一下还要介绍下一个文学年代 我稍微用跳的 所以这一段 2467第二段 就有提说 曾经有其他的提案来解决 这些爱尔兰穷人太多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第几行 1234567 Other expedience 冒号后面就是提案了 Taxing our absentees at five shillings a pound 就是 在爱尔兰拥有房地产 但是不居住在那边的人 给他收税 use neither clothes nor household furniture except what is of our own growth and manufacture 所使用的衣服跟家具 只用爱尔兰自己制作制造出来的 对 那个说到这个 冒号其实跟现在的冒号意思不一样 以前英国的标点符号是这样子 逗号 分号 冒号 跟据点 它只代表你停顿时间长短 据点停顿最长 逗点停顿最短 然后中间是 据点最长 然后冒号 稍微短一点 然后分号再短一点 然后最短的是逗号 所以跟今天的表点不一样 所以这边的冒号没有文法意义 它只是叫你停顿 好 所以只用国产货 Utterly rejecting the materials and instruments that promote foreign luxury 完全拒绝那些材料跟仪器会助长他国财富的那些东西 Curing the expensiveness of pride vanity idleness and gaming in our women 要秉除 Cure这边是治疗 治好 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弊病 所以要秉除 所以要秉除 骄傲 所以要秉择一点的省吃俭用 Prudence 是就是 该怎么说 就是 不是乱花钱 是聪明了去花钱 然后Temperance 是节约 我们现在今天说Temperance 通常是指喝酒有限度 是酒的节约 但他这边讲的是花费支出的节约 Learning to love our country 就是当时很多爱尔兰人 不爱自己的国家 In the want of which 缺乏这个呢 We differ even from Laplanders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oppenambu 我们甚至跟这些未开化地方的人 比他们都比不上 他们都爱自己的国家 爱尔兰却不爱 Of quitting our animosities and factions 不再彼此仇恨 不再分派系 Animosity是仇恨 Faction是派系 Nor acting any longer like the Jews who were murdering one another at the very moment their city was taken 这个是用圣经的典故 我看哪一个典故 所以耶路撒冷被 罗马攻打的同时 驻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 彼此还在内讧 因此而战败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不一样 Be a little cautious not to sell our country and conscience for nothing 至少要担一点心 不要为了什么都赚不到 就卖国 然后卖良心 of teaching landlords to have at least one degree of mercy toward their tenants 叫地主 对于电农跟租地的人 要有至少一点点的联敏之心 tenant就是房客 或是电农 看你租的是房子还是农地 Lastly of putting a spirit of honesty industry and skill into our shopkeepers 让我们的商人 商店主呢 有诚信 有努力 有技术 而这些商人呢 who 对不对 这些商人 if a resolution could now be taken to buy only our native goods 如果我们今天决意直买本地货 这些商人呢 would immediately unite to cheat and exact upon us in the price the measure and the goodness 他们马上就会联合起来去 就是不遵守这样的规定 就是 cheat嘛 作弊 然后呢 会把 下面是价格 方法 跟这个 量善 都会被他们抽走 to exact 当动词是抽取 比如说 to exact a tax to exact the cost 抽取税 抽取成本 nor 而这些商人同时也不 nor could ever yet be brought to make one fair proposal of just dealing 这些商人 从来不会提出 一个公平的 正义的交易提案 just 是正义的 今天还会用这样的字 所以正义名词就是justice 就是从这边来的 though often and earnestly invited to it 即便我们天天 要求他们要公平正义 他们都不做 所以这些提案 其实才是真正 可能改变现状的提案 但是 therefore I repeat let no man talk to me of these and the like experience till he has at least some glimpse of hope that there will ever be some hearty and sincere attempt to put them in practice 对方法到这里 没有人要做 那就不要跟我提了 还是吃小孩好了 然后他的结尾句 也蛮讽刺的 他最后一段 按照惯例会写说 我没有要从这个方法中获利 我单纯是为了造福国家 跟我本人无关 但是他这篇 因为获利 其实就是卖孩子 所以他说跟我无关的方式就是 I have no children by which I can propose to get a single penny the youngest being nine years old and my wife passed childbearing 他反传是说 把卖孩子当作是好事 所以他自己无法获利 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孩子可以卖 跟他无关 够讽刺的吧 好 所以我们讲到这边 其实已经可以去讨论第六题了 这篇到底有哪些地方 可以说是跟十八世纪有关 所以我们来看 十八世纪讲义那边写什么东东 八世纪好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宫廷追求财富跟享乐 那这些钱哪来呢 从殖民地来的 包含爱尔兰 所以这是一点 然后呢 科学方法兴起 这篇文章的写法 感觉非常科学 还去算人口 还去算每个婴儿的称重 可以卖多少肉 所以也反映当时的 一种科学精神 情感主义 人性 每一个人都秉持的 珍贵人性 以及反奴隶制 就是一种慈善心 那这篇文章 就是郑重了这样的情感 的态度嘛 就是 他 反串的是 一种慈善的做法 要照顾爱尔兰的穷人 就是穷人也是人 应该被照顾 那个表面是这样子 沙泰尔 奉刺文 《光荣革命》 他中间有提到说 要反天主教的人士 然后他也有提说 穷人可能会去帮 詹姆士二次 詹姆士二次去打仗 所以跟当时的历史 也有关系 然后再来当时 兴起的刊物 试读能力提升 试制律提升 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 一般人民也可以参与 讨论公共事务 所以这篇文章才有读众啊 他不只是写给高官而已 他是也有写给一般读者 看能不能形成舆论压力 对 所以这几个地方都跟 都可以从这篇文章里面看到 好了 讲到这边 你有想提问吗 记得是反串 你不要就是 去外面抓人家 穷小孩去吃掉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文学时代 上一个文学时代是 1784年左右 Johnson是 Samuel Johnson 那是英文第一本 不分领域字典的编辑 当时的大文豪 如果你们去 本校的南策 有时候上面会贴名人名言 我之前看过有一个是 什么什么什么 是Samuel Johnson讲的 但是Johnson后面括号是说 美国作家 不是 我们读的是英国文学 好 那因为他是大文豪 所以他过世当作 18世纪的结束点 下一个文学时期叫做 浪漫主义时期 Romantic period 这个就是 不是数字 也不是国王名称 浪漫主义 原本是诞生于 德国 很多人说是 哥德起的 哥德是 也是德国的大文豪 浪漫主义的意思是说 着重 直接情感 跟直接 就是 如果你看18世纪 他中间也有说什么 什么情感主义 有没有 但是他终究会回归一个人性 就是每一个人 有一样的性质 虽然表现方式不同 然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 譬如说 启蒙 科学 浪漫主义就把中间这个理性的部分拿掉了 人本18世纪是借由感情 透过理性 可以就是 残阳 什么上帝跟创造万物的这个世界 但是浪漫主义就把中间理性的部分拿掉了 你可以直接感受 透过大自然的感受 透过情感 可以直接跟 造物主 有 相通 那浪漫主义其实是一个相当矛盾的年代 而且相当短的年代 你看他是1785左右开始 然后下面1821年就结束了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多变革的年代 因为你看第一行就跟你讲工业革命 然后enclosure是圈地运动 为什么这个时候的人这么强调可以直接跟大自然的造物主相通呢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工业革命 他们面对的是大自然的消退跟剥削 是一种反应 reaction enclosure 圈地运动是什么呢 传统的农业上呢 电农会帮地主耕种 但是通常是九宫格 所以一个电农有一个宫格 但是中间那一个是大家共有的 然后地主不会从中间这个收取税用 但是圈地运动呢 就是地主也把中间开始划分了 所以连中间工有都没了 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电农他们付不出税负 他们自己也养不活自己了 没办法继续种植下去 变成流动人口 那刚好那边有个工业革命 需要很多工人 所以变成很多穷农夫跑去都市 去工厂去做工 所以工业革命跟圈地运动是有关系的 一个是工业革命是拉力 圈地运动是推力 那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 我们说美国革命1776是18世纪末 1789法国革命 那要记得法国革命先是人民起义 再变成人民专政 然后最后推派一个最厉害的将军出来 拿破仑 他1804年称帝 然后一直就是 他一旦称帝 整个欧洲就反对他 所以那一段时间的战争 叫做拿破仑系列战争 Napoleonic Wars 那是拿破仑实在太厉害了 就是一直把人家打趴 然后最后直到1815年 滑铁路才由英美 好像也有德国联军把拿破仑打败了 所以整个时期欧洲在乱成一团 全部都是在搞拿破仑这件事 但是英国还好 英国是一个群岛 跟欧陆稍微有点隔开 英国其实传统上一直 不把自己视为完全是欧洲的一部分 所以那个前几年脱欧 大家都吓一跳 其实也没什么好吓的啦 这也是英国的国家精神的一部分 所以历史是在搞这件事 下一行1798年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这两个诗人 他们的合著 Lyrical Ballads 抒情诗 是非常重要的一本诗集出版的 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基本上就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 就是从这本诗集开始 以往抒情诗可能是讲 就是个人的感觉啦 或是可能讲当下时事啊什么的 但是这一本诗集里面的抒情诗 通通在讲就是跟大自然相关 然后就是譬如说自己去 Lake District 就是那个有散湖区的 然后去游走漫游步行 然后看到什么植物 然后有什么顿物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诗 然后呢又把 我们看下一行 不只是大自然而已 大自然可以连接到很多东西 英国浪漫主义诗派 它的起始点是 有一句名言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 就是自发性满意出来的情感 在静谧时刻回忆起来 而成诗 所以你就看到中间就有几个状态元素嘛 它是自发性的 它不是推理出来的 它是个人的 它完全没有在讲人性这回事了 已经放一遍了 是有创意 有想象的 不是靠什么 什么勇士真理的 靠感觉的 写出来的是lyric poetry 是短的抒情诗 而且可以反身去思考 大自然这回事 另外也会连接什么 记忆 会连接时间的流逝 会连接就是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是大自然作为一种能量的来源 或是跟造物主接近的场合 相较于都市跟工厂 这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那个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什么污染概念 就是空气污染很严重 然后河水污染也很严重 没有人在care 所以不只是很吵很累 而且很脏 寿命也短 工人的寿命也短 所以这一切的相反 就是浪漫师派 永自然的根据 这个时候的诗 尤其是浪漫师派 他们就会提到一般生活 但是一般生活中 又会看到超自然超现实的东西 我们说大自然跟造物主的连接 而另外我们之前有提过 18世纪有哥德小说 这个时候出现哥德诗 一般会把小说认为 是比较通俗的文类 诗比较高尚 所以如果哥德是一个 从通俗开始的东西 他照这个年代 渐渐进入比较正统的文学里面 当然我们现在会认为 小说也是正统文学的 但当时的想法不一样 好那与之相称的就是独众 大众 之前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大众市制率提升 可以参与讨论公共事务 这个时期他们不但参与公共事务 还参与文学批评 这个时期是英国文学批评的盛事 每一个刊物都有人在评诗 评小说评剧本一堆 而且非常重要 下面会提到一个浪漫诗人 祭祠 有人开玩笑说 祭祠英年早逝 是因为看到非常负面的评论 然后就是病死的 你就知道评论当时有多么重要 当然不是啦 祭祠是因为费结合死的 那个是人家乱讲的 不过他死的时间刚好真的是 读到负评之后不久 所以穿着附会 那市制率提高 写手变多了 所以个人散文也变多了 这个跟以前是17世纪培根写的那些散文不一样 培根是去做一些类科学的观察 一些实证主义的观察 这个时候的个人散文就是真的我们今天读的那些散文 什么看到一个瓷器 让你联想到你的母亲或什么之类 这些散文就从这个时候兴起的 小说开始当道 1813年曾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问世》 1818年马力学来的《科学怪人》出版 这些小说都是今天还会有人非常喜欢读的一些小说 虽然我自己是觉得傲慢与偏见不是很好看 所以文学上是这样的趋势 1800年英国终于把爱尔兰并吞了 我们之前看到的是 1707年英国把苏格兰并吞 现在1800年他们把爱尔兰也并吞了 不再是殖民地了 虽然这样讲 但其实他们统治爱尔兰的方式 还是把它当殖民地再统治 1819年有一个彼得卢大屠杀的事件 还蛮重要的 这个名称是仿华铁卢 它实际发生的地方是在圣彼得广场 St. Peter's Field 就是因为工业革命 虽然有工作机会 可是没有最低薪资 所以大家赚的钱 其实养活不了自己 然后也没有最低工作年龄限制 所以很多工厂觉得就是 小朋友越小越好 可以勾到那些 一般人民勾不到的地方 或者是可以去清理一些 一般人清不到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通通所有的穷人 全部都跑去工厂工作 寿命非常短 乌烟瘴气的 废节盒一堆 然后就整个就是 不是人过的生活 所以1819年很多工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去抗议 要政府制定一些法律来管 结果政府派军队去镇压 然后变成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屠杀 那因为滑铁卢才刚过不久 1815年嘛 所以后人称之为彼得卢大屠杀 但就是因为有大屠杀 所以就是政府才终于觉得好像应该有所作为了 所以后面有慢慢的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 事实上所有现在的劳工保障 全部都是抗议得来的 从来不会有政府主动任意让步 包含最低薪资啊 工业安全啊 周末的存在 以前没有周末 以前只有你星期天早上去教堂 然后下午继续工作 都是劳工阶级抗议得来的 然后1821年祭祠过世 祭祠虽然我们不会读他的诗 因为他的诗去年有读 学生都跟不上 所以想算了 他的诗被誉为英文诗里面最优美的抒情诗 他是个天才 他是百分之百标准天才 英年早逝 因为非结合的关系 那因为他如此天才 所以通常我们说 他的过世等于是 为浪漫时期画下终点 好 以上有想提问吗 我们其中考只会考到浪漫时期的 我们从浪漫时期开始会 稍微放慢脚步 浪漫时期我们会花三个礼拜 其中有两个礼拜是期中考范围 然后第三个礼拜是期末考范围 然后接下来维多利亚时期会花两三个礼拜 然后再来就是二十世纪也会花两三个礼拜 然后就期末考了 对所以下礼拜我们要读一个诗人叫做William Blake 严格上来说他不完全是浪漫师派 但是他是浪漫时期早期在创作的诗人 他的诗 他的成名作是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叫什么纯真与经验的诗歌 Blake要怎么介绍会比较好 他是一个奇葩啦 他不但是个诗人 他还会木刻 会那个 他不是木刻 那叫什么 就是木刻印刷 会自己去刻他的书本的画面 然后自己印上去 非常精美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开Google Images 然后去搜寻William Blake 可以看一些他的作品 他另外也有自己的一套 不能说神学 但是他有自己一套对于神的观点 所以他有时候提到神啊什么的 不是传统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的说法 他的诗都很短很好懂的 真的我不骗你 所以我们读十首 Songs of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这本书分两半 然后基本上是两半相呼应 所以前半Innocence有些诗 可以对照后半Experience的一些诗 所以我就分别找了五首 彼此对照的五首诗 有时候连提名都一样 就让我们更好去对照 对 然后在下一周 我们就读华之华诗 Wordsworth 的简短的一首诗 然后在那一周 我会跟你们讲其中考要怎么写 然后第十周 我们再看华之华诗 第二首诗 比较长 比较复杂 但是概念跟第一首诗很像 所以希望读完第一首 比较简短的诗 会比较容易消化第二首 比较长的诗 好 所以这是未来几周的规划 第十周也会发下一份讲义 所以第八周讲解 其中考 我想你应该会想来 第十周发讲义 我想你应该也会想来 那还有点时间 我们其实可以回到 今天的文本 然后我们可以再仔细往下读 我们看二四六四 一四段 I do therefore 那一段 I do therefore humbly offer it to public consideration 我斗胆让大众去考虑 去考量 衡量 that of the 120,000 children already computed 十二万之中 20,000 may be reserved for breed 我们可以留下两万 作为就是繁衍下一代 而这其中 where of 是of which 就是其中 only one fourth part to be males 其中只需要留下 四分之一的男性 which is more than we allow to sheep black cattle or swine 而这男女比例 是 羊啊 牛啊 猪啊 男生会更少 所以这比例已经 不错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And my reason is that these children are seldom the fruits of marriage 很少是 大部分是婚外生的 A circumstance not much regarded by our savages 这情况其实 爱尔兰当地人 也不是很care啦 Therefore one male will be sufficient to serve four females 他现在考虑配种的数学 that the remaining hundred thousand 扣掉两万 剩下十万 may at a year old be offered in sale to the persons of quality and fortune through the kingdom 卖给国内良好人民 其实人民良不良好 不重要 意思 他有点像是在那个 在 称赞顾客 有没有 就是 给顾客拍马屁 那种感觉 有点像在做广告啦 卖给国内的人 always advising the mother to let them suck plentifully in the last month 我们总是会鼓励母亲 在卖掉前一个月呢 要好好补入 so as to render them plump and fat for a good table 这样孩子才能 肥嘟嘟的 可以就是 做一桌好菜 Render就是 make的意思 A child will make two dishes at an entertainment for friends 招待朋友的时候 可以做成两道菜 And when the family dines alone the fore or hind quarter 就是手臂 跟两腿 这个就是 那个 生畜的用语 前脚跟后脚 will make a reasonable dish 所以如果只是 自己一家人吃的话 就不用吃 整个孩子 可以只吃 两手或两脚 And season with 不是脚啦 那个两手背 两腿这样子 And season with a little pepper or salt 上面再点缀 胡椒或是盐巴 season是 撒下调味料的意思 Will be very good boiled on the fourth day especially in winter 所以你撒点 胡椒盐巴 放个四天 然后再去炖煮 再去水煮 冬天会是一桌 好菜 I have reckoned upon a medium 我取个中卫术 That a child just born will weigh 12 pounds And in a solar year If tolerably nursed increases to 28 pounds I grant this food will be somewhat dear Dear 这边 原本是珍贵的 这边意思是价格昂贵的 我承认这食物 会有点贵 And therefore very proper for landlords 正适合地主吃 Who as they have already devoured most of the parents seem to have the best title to the children 既然他们已经 把父母活吃的 比喻性的 就是剥削 似乎他们最有资格 来吃他们的孩子 所以这个就是标题的注释讲的 就是把这个比喻成真的 title 人们的意思是身份 比如说风爵那种身份 但是这边讲的是 因为身份而有资格 所以其实在讲的是资格 to have the title to the land 拥有这块地的资格 是跟着身份来的 可能是传承之类的 或是卖给这个人 所以他的身份就是地主 infant's flesh will be in season throughout the year 一年四季都能吃 不分季节 to be in season 是当季的 but more plentiful in March and a little before and after 但是三月的时候最多 为什么呢 for we are told by a grave author 一个很有分量的作者 grave 今天的意思是严重的 通常是负面的 就是坏消息的严重 但是他原本的意思 只是有分量的 相关的字 gravity 万有引力 东西越大 它的引力越强 所以这个就是有分量的 a grave author 谁呢 an eminent french physician 有名的法国医生 说什么呢 that fish being a prolific diet 吃鱼 助长生育力 prolific 是多产的 我们今天会讲一个作者多产 但是他原本意思是 生育上多产 there are more children born in roman catholic countries about nine months after lent 好 所以这个要讲一点宗教 天主教有所谓的 灾戒月 灾戒月 今天的做法是 你要主动放弃一个 你的享乐的东西 比如说 你如果很喜欢看电影 你那个月就不看电影 但原本的做法是 你那个月就吃素 我至少不吃肉 那所以 严格规定不吃肉的话 鱼 还是可以吃 所以他这边是结合这两点 灾戒月 前后 因为天主教徒吃鱼 所以他们比较会多生出几个孩子 所以再加九个月 刚好就是三月前后 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 诞生的孩子会比较多 是这样子推论的 对 Therefore reckoning a year after lent the markets will be more glutted than usual glutted是 饱和的 充满的 所以他说 这个时候 人肉市场 比较 就是货品比较多 Because the number of popish infants is at least three to one in this kingdom popish 他的字根就是 pop 教宗 就是天主教徒的 的意思 所以信奉天主教徒 信奉天主教的婴儿 在爱兰 超过新教徒三比一 three to one 三比一 And therefore it will have one other collateral advantage 因此我的提案 还有另外一个 附加价值 Collateral 我们可以说是 附带的 附加的 今天只会用在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 你炸弹炸下去 不小心 杀到无辜的人 被称为 Collateral Damage 附带的伤害 另外一个是 你去贷款的时候 你提供的 那个 抵押品 叫做collateral 附带上去的 的东西 你们知道吧 你去贷款 不能两手空空去贷款 你要有东西 可以给银行说 如果我付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我这东西没收 那个东西就是 抵押品 就是collateral 好 所以他 这个提案 还有一个附加的优点 就是 可以减少 我们之间的 天主教徒 Papis 跟Popes 同一个字根 就是教宗的 就是天主教徒 所以这一段的意思 就是说 因为爱尔兰 天主教徒 胜过新教徒 然后呢 只有天主教徒 在过灾戒月 灾戒月吃鱼 鱼多产 所以会 生出更多 天主教徒婴儿 所以如果执行 我的策略的话 我们还可以同时 减少天主教徒 也是一个优点 我已经算过 如果 养活一个 借活一个 习乎的孩子 要付多少 这个成本 而在这个清单中 In which list I reckon all cottagers, laborers, and four-fifths of the farmers 把什么样的人都算进去呢? 住在租地上房子里的人 在租地上做工的人 以及农夫当中的五分之四 通通都可以算是这样的人 就是乞讨家庭的人 这成本呢 to be about two shillings per annum 每年两学令 per annum是拉丁文 我们今天还是会用每年 尤其在讲钱的时候 每年多少钱会用这个词 包含他们破旧的衣服 Rags included 所以养活一个孩子 大概要two shillings 每年two shillings 这是那个 做这笔生意的成本 And I believe no gentleman would repine to give ten shillings for the carcass of a good fat child 我相信不会有任何良好生事 会不情愿去支付十个shilling 来买一个肥肚肚肚孩子的躯体 也就是说靠养活要两个shilling 那卖得掉大概拿得到十个shilling 所以总共赚八个shilling 就是这个肥肚肚肚肚子孩子呢 As I have said will make four dishes of excellent and nutritive meat 一个孩子可以做四道菜 when he has only some particular friend or his own family to dine with him 有上面讲的吗 Thus the squire will learn to be a good landlord and grow popular among the tenants 所以地主会做好地主本分 会让他的 住在租地上的人 之间会受欢迎 The mother will have eight shillings net profit and be fit for the work till she produces another child 所以母亲光靠生孩子 卖孩子 她都可以 每年赚八个shilling 讲到这边 感觉就是一种和乐不为嘛 大家都有好处 然后这一段讲过嘛 就是制造手套跟靴子 下一页 As to our city of Dublin Shambles may be appoint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most convenient parts of it 我们可以在都柏林这个都市呢 设立几个屠宰场 Shambles这个字的意思下面 注释有给 现在不会用这个字 现在屠宰场是用这个字 Slaughterhouse Slaughter就是屠杀 Slaughterhouse就是屠宰场 我们可以在最方便的地方 设立几个屠宰场 And butchers 屠夫 We may be assured will not be wanting 不会缺乏 Although I rather recommend buying the children alive And dressing them hot from the knife As we do roasting pigs 不过我本人是 就他这边讲屠宰场屠夫嘛 但是他说我本人建议 就是孩子买活的 然后一撒就要赶快 就是做 就是下厨的处理 趁就是刚死 然后他说 如同我们烤猪 也是这样子做的 Roasting pigs 你们知道就是 最鲜嫩的猪肉 他们是怎么屠杀的吗 就一般屠杀猪就是 就是可能就穿几个洞啊 砍头啊 就是chowing啊什么 最好吃的猪肉 是把后腿绑起来 然后在脖子上割一刀 让他放血 一直放到死 那个肉最鲜 A very worthy person A true lover of his country And whose virtues I highly esteem 我很称到他的美德 所以这个人很好 谁呢 他不讲是谁 但是说他有这一号人物 Was lately pleased in discoursing on this matter to offer refinement upon my scheme 他很乐意跟我讨论 这件事 还提供一个 加强修散的一个方式 一个改良的一个方式 He said that many gentlemen of this kingdom having of late destroyed their deer of late是recently的意思 最近 最近有很多绅士把鹿兜 叫什么 打猎到差不多没了 destroyed their deer He conceived that the want of venison 缺乏鹿肉 venison Might be well supplied by the bodies of young lads and maidens Not exceeding 14 years of age nor under 12 所以鹿肉呢 可以用青少年来代替 十二到十四岁之间 Lad是年轻男子 Maiden是年轻女子 So great a number of both sexes in every county being now ready to starve for want of work and service 既然有这么多 每一个县军都有这么多两性 因为缺乏工作跟服务机会 而快要饿死了 Ready to starve 既然如此 那我不如我们把它抓来 让人家打猎 而这些人呢 就是穷到这个地步呢 to be disposed of by their parents if alive or otherwise by their nearest relations 就是由父母来卖 或是如果父母都过世的话 由他们最 关系最近的亲戚来负责 所以他声称有这么一号人物 有这个提案 but with due deference to so excellent a friend and so deserving a patriot 就是没有要损疾 deference是 敬重 是名词 所以在给予应该给的敬重的同时 so excellent a friend so deserving a patriot 应该要如此敬重他的一个爱国人士 的同时呢 I cannot be altogether in his sentiments 所以我无法完全同意 我们现在不会这样讲啊 这个是以前的讲法 to be in one sentiment 就是处在一样的感觉之中 就是同意 我无法完全同意 for as to the males 说到男性呢 my american acquaintance my american acquaintance assured me from frequent experience that their flesh was generally tough and lean 因为说到男性 他们的肉其实很 很硬 很难咬 因为常运动 continual exercise and their taste disagreeable 味道难吃 所以呢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 有这样的想法 我一些朋友 也有一样的想法 可惜他们的想法 还是没有我的想法好 整片就这样一路写下去 好 所以下礼拜之前 记得要读十首短诗